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茫茫人生里有人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也有人觉得日子很难熬 特别在21世纪的现在 有许多人觉得人生无趣 讽刺的是想活的人活不了 想死的还不能死 因为时间还没到 今天诗篇的作者 却感慨岁月如梭 千年如同昨日一样 又好像睡了一觉 更像是夜里的一今天 根据考究 这是摩西带领会众的祈祷文 这首诗可说是最古老的一首团体祈祷诗 诗人也看见人性的软弱 在这短暂的人生里 人常常游走在罪恶之中 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 七章十九节说着 我所愿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因此诗人也道出人生到头来 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2013年台湾发生了一件 非常令人震惊的死亡命案 死者夫妇在咖啡厅喝完咖啡后 就再也没有回家了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 为了金钱 为了珠宝 不惜杀害疼爱她的长辈 提摩泰前书六章十节提醒着我们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爱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的愁苦 把自己给刺透了 这位二十几岁的女孩子 一念之差 不但害死了两条人命 也赔上了自己的一生 虽然我们没有犯下 什么样的大罪过 但是有一些外险的过错 也有一些是内心隐藏的恶 这些都会带来我们生命的亏损 因此诗人期待在这短暂的人生里 他恳求上帝教导他数算自己的日子 一个想要数算自己日子的人 是一个对自己生命认真又有智慧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脱离一切上帝所厌恶的恶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读经的过程中 求主开启我们 让我们能够懂得运用诗人所写的祈祷文 成为我们个人的祈祷文 我们需要早早保偿神的慈爱 同时需要有一颗智慧的心 好数算我们的日子 每天做对的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视频中心的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